好 各位 親愛的小老弟 老鐵們 跟你們聊 這一集是有那個小老弟啊 粉絲說 他們最近買一些13或13Pro系列的 就是邊框會有縫隙 那其實邊框有縫隙這個問題 我比較少去談的原因是 他其實不是13就有 他12就有了 然後國外的他們都是用紙在測試 但是今天這一集我是跟各位說 我會告訴你們一些關聯啊 那你們作為參考 那幫你們解決一些疑惑 我先說我自己的12Pro Max 那我等一下會講一下說我的想法 其實我覺得這個有縫隙 他是一個運氣的問題 因為你在裝這種機子 就他們在講的就是說 官方一定會說是有公差啦 那所以你如果越好的公司 一般而言他的公差會越來越 會比較小 那我是覺得應該多少會有公差 那我的運氣是比較好 比如說我隨便我是拿這種 我的話 我隨便拿紙的話 我拿這種紙 我的是沒有縫隙的 所以我的 我這支是12Pro Max 所以我的運氣是算蠻好的 你們看一下我的這個 我的這個框啊 我這個打燈你們看 我這個幾乎是沒有 幾乎是沒有縫隙的 你們仔細看這個 光的這個 這個角落 上面這個是保護貼 因為底下這個才是鏡面 鏡面螢幕嘛 螢幕跟邊框 所以其實我的運氣是很好啦 我的是連半點縫隙都沒有 你們看我這個框跟底下這個玻璃 所以我的運氣是不錯 那我會建議說 如果你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這種 你看我這個完全沒有任何縫隙 我這個縫隙很小 幾乎沒有 所以我的運氣是不錯 那我是說 如果你今天你對於這種 我在拿這個白骨飯的名片 我這個是不可能 我都完全不會有縫隙 那有的人就是 他們國外都是用那個紙袋測試 那我先跟你們講說 如果你遇到這個問題 我建議說你如果真的看不慣 你就是 去跟它換 可是我跟你說 你要換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最穩的方式 就是 你還是在官網買 我之前的影片就是 前幾個影片說 那個iPad mini 我可以有14天的鑑賞期 可是你要在官網 因為你在官網的話 他APP就可以直接退貨 那小老弟 退貨退三四次 他也真厲害 他有傳圖片給我看 那我是覺得 如果是 因為我覺得我會站在你們的立場 你如果今天真的看不下去就去換 不過今天我也會講出另外一個想法在跟你們談 就是說 如果這個 我會覺得如果他非常的誇張的話 你們再換 不然我是覺得 你如果一直換到差不多就可以了 那我這一支是 我運氣比較好 我這個百分之百 你看我這個完全沒有任何縫隙 不是只有13 12就有了 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你就換 那尤其他們說很多的問題 是在聽筒的這個部分 那你覺得很不美觀 你會怕防水的問題 你就去換 那我是建議說 你在官網換 所以你以後再買iPhone 最好都在官網買 那你如果是在一些 那個電信公司 或一些什麼 後續可能很多問題 不一定能換 那我在跟你們談說 我現在在用另外一個方式跟你們談說 為什麼我說這個東西 你不要怕它說防水的問題 當然它也許會卡灰層 所以我就說 你們平時像我都會買一支刷子 這種地方就是用刷子去用力去刷 還有其實我沒有太去照顧 我的機子都很髒很 我是希望說 它只要不要太誇張就可以 因為其實它的工藝技術還是算不錯的 我的運氣這一支也是蠻好的 都沒那麼縫隙 那我為什麼說 換到一個程度就夠了 不要那麼 不要去擔心防水的問題 我給你們看一下說 那個網友的問題是什麼 一般的 我這是結取的圖片 他們說那個邊可以用紙 可以用紙去塞進去 然後 有的網友是認為說 他認為這個邊框 有一個縫隙 可是我跟你說 這個都正常 他們是說 比如說我有縫隙 我還可以看到裡面的東西 那我等一下會跟你解釋說 如果你這個看不下去你就去換 不過以我來看 如果是我像我這種 我真的是除非我很近在看 不然我都不會去管它 那我等一下會講為什麼 然後 這像這個圖片也是啊 他們就說 會有啦 不過其實像這個 我也覺得 這個還可以接受啊 頂多是他們 垂毛球是說 連旁邊這一點點的邊緣或一些什麼 不過 我是覺得這看你們個人啊 個人的想法 他們是說拿那個Apple的紙這樣插 可以插進去 那這個不是只有13 我再講一遍 12就可以了 所以 但是我認為 我為什麼說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對防水沒有問題的原因是 我先跟你看 網友也很逗啊 他們到處去測試 其實不是只有iPhone啊 基本上每一種品牌的手機都插得進去 它都是有縫隙 當然有的是被蓋啊 有的是螢幕 有的是什麼 可是他們去測 有的是 都去測一些手機啊 其實有的都是可以插進去 當然被蓋的部分是比較容易插進去 他們現在是在彈螢幕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一般防水的手機 其實還是有Phone可以進去 但是我現在跟你們談的是說 我們來看這個 為什麼叫你不用擔心啊 就是說你去看其實網路很多在那個 iPhone的拆裝啊 iPhone的拆裝的教學 那其實它其中就是 國外很多人在看這個 你們可以自己搜尋 iPhone的拆裝 那其實裡面它iPhone拆起來 它會有一圈防水條 所以你的螢幕下面會有一個防水條的防水膠啊 這個外面都有在賣啊 這個他們在修的話 防水膠啊 或螢幕的一個防水條 它會弄在 你那個螢幕下面 那那個是完全會擋住的 所以你其實你上面的縫啊 它的膠是 你的那個縫會在膠的上面 所以你根本不會 就比較不會 而且它這個膠是 因為現在這個是圖片啊 它其實是有一個厚度跟一個 他們還會用那個夾了 或一些什麼的東西去把它弄 所以基本上是不會進水啦 防水的問題我是覺得 人家他們會這樣做 人家有工程師 然後他們測iPhone在水底都長達十幾個小時 二十幾個小時 他們不是亂搞的 所以人家有工程師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我們以瑕疵的角度來看 可是我相信他們這個都是很嚴謹的 所以你這種有防水膠的 這個在你的螢幕下面啦 你這個不可能 就是說你上面也許有縫隙 可是跟它這個防水膠的距離 還是有一個距離 還有它有厚度 當然如果 除非你覺得真的是 感覺很誇張 或者感覺很不ok啊 你們就是可以一直去換 那這個其實很多人在維修的 這個很多人在賣這些東西 零件啊 或專門在維修的 其實他們很多拆裝的影片 你如果真的仔細去看 你那個縫隙其實影響不大 那的確是有公差的問題 我是給你建議說 我覺得不然你們會啟笑 你會一直為了要換到一支整支 全部就是 當然我們會希望齁 我們會希望說可以 盡量它不會有 對焦一下 盡量它不會有那個 不要有空隙 盡量像我這支是完美的 我這支完全沒有那個空隙 我12的 有的人12的也有空隙 你看我這個空隙幾乎是沒有 要插一張白紙都很困難 當然這個也是運氣運氣 就一點點而已 所以我會建議說 如果你真的看不慣 你就換 但是我是建議你可能是 那你以後可能都要在官網買 不然你應該是人家不會理你 他不會讓你換 有一些龜毛的 他就懶得這個程序 很麻煩 那就不讓你換 一點點而已 所以我這個 Pro Max是 我這是12的 是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建議說你 你換到一個程度就夠了 因為你即使 有縫隙 你下面那個防水膠 都會擋住那個水 那iPhone他們 你不用去擔心那個問題 除非你真的是有在游泳 或你藏到iPhone 弄到水的人 你才去怎麼的在意 或者是說你覺得美觀度 但是我覺得如果到一個程度就夠了 那我今天這集也是跟你們講說 為什麼我到現在才會拍這個影片 原因是因為我之前看到這個 我都不以為懶啊 我認為說要很嚴重的瑕疵 我才會去弄 而且他們有防水的測試 跟國外都去測這個 從iPhone 11、12、13 來測它的防水能力 就是其實iPhone X就已經很不錯了 iPhone iPhone 11、12、13 根本那個防水強到不行 所以它的防水的是沒有問題 它那個膠跟下面的都是做的還不錯 所以就是今天跟你們說我的一個意見 你真的不行你就去換 但是你可能是要在官網買的 你去退啊 不用換你直接退貨就好了 退貨再買 它一定直接讓你退喔 14天的監賞期嘛 那你今天一買到手機 你就先去看縫隙跟外觀 那我覺得適可而止啊 不然你會鑽牛角尖 那你要換多少隻 才會換到完全像我這種 全滿的 這個完全沒有任何的縫隙的 那今天就這樣跟你們分享啦 我覺得它下面有防水膠啦 你不用去 不用去玩樂啦 它那個防水膠 人家這個有工程師的 你看這個防水膠那麼厚跟 這對一下膠 防水膠的這個膠條啊 它是有一個厚度的 不管是螢幕跟什麼 它是有厚度跟 它這個是 就是它會離你的螢幕或一個距離 那這個你們自己再去 會維修的人 你們就知道在講什麼 那我做一個就是我的經驗 好吧 那今天就到這裡 我希望對你們會有幫助 就是 可以去換 在官網換 我覺得這個沒有太大的問題啊 防水沒有問題啊 我相信他們都是有測試的 OK 那今天就到這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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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